我们一起来看到俄乌战争至今已经超过一个月了 要即将明天就是第40天了 那么俄军是逐步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北方撤离 乌克兰的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就表示说 乌克兰军队已经是收复了基辅周边的一些地区 那么乌克兰的总统顾问阿列斯托韦奇则是表示 自从俄罗斯从基辅周边撤军以来 乌克兰军队是已经重新夺回了基辅周边 大约有30多个城镇还有村庄 那么随着俄罗斯将兵力重新部署到乌东地区 也象征着俄罗斯下一步有可能会在乌东地区 发起新一波的攻势 那么总统顾问是认为说 接下来在东部地区南部还有马利波 有可能要爆发激烈的战斗 乌克兰军队有可能是有机会收复这些地方的 但是过程并不容易 而另外位于乌克兰中南部的城市安赫德 民众日前上街头抗议被俄军占领 结果遭到俄军使用了轻型的火药驱离 俄军朝着民众开火 目前已经至少造成了有私人受伤 一起来看当时的画面 好那么另外一个画面要来看到 俄罗斯的军方在这场战争的初期 其实占领的是在基辅市郊有一座机场 那么美国的卫星影像公司也公布了最近的照片 上面这一张是3月21号的卫星照片 显示的是当时在这个机场里头 还有俄军的车辆在里面部署 不过10天之后也就是3月31号下面的照片 卫星照显示了俄军已经撤离 在其实很小细节里头 可以看到有很多俄军的车辆摆放在里面 不过下面这张照片10天之后 原本摆放车辆的位置只剩下地上停留 只有车辆停留的痕迹而已 乌克兰官方表示 已经从俄军首周收复基辅周边 超过有30个村庄或是城镇 其中也包括了这个 就是基辅北部的战略要冲安托诺夫机场 不过乌克兰人他们返回这个机场的时候 发现说这个机场当时停放了一辆 全球最大的运输机叫做安托诺夫225 梦想号运输机 现在是已经面目全非了 在这个机棚的位置 可以看到这个只剩下了蓝黄色的机身 上面残留着编号是225 用这个才能来识别 这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一艘运输机 那么其他的机身 机翼 已经全部都支离破碎了 因为这个炮火空袭 这些零件都四散在周边 那么这个梦想号原本是全球最大的运输机 也是唯一的一架 航空公司表示说 其实他们原本打算要在2月23号的时候 将这架运输机开往德国的 没有想到俄军在第二天 也就是2月24号的时候就发动了攻势 也让这一架全世界最大的运输机来不及起飞 就毁于炮火之下 那么乌克兰总统吴泽伦斯基则是指控 俄军在撤离的过程当中 是一边撤离 一边埋下大量的地雷 试图要在基辅城外制造另外一波的灾难 而这个埋藏地雷的地点除了民宅周围之外 就连死者的一体都不放过 这些人的灾难 那么另外根据CNN的报道呢 有多名美国官员透露说 俄军是已经修正了他们的作战策略 专注在想要在5月初之前 控制住乌东顿巴斯地区 那么官员也表示 现在普丁是面临拿下战争胜利的压力 乌东地区是他最可能达成目标的一个地方 而普丁也把这个目标的时间点锁定 就在5月9号俄罗斯的胜利日 一起来看CNN的报道 另一方面呢 这个俄乌两国的和谈进行到第五轮 3月29号的时候呢 在土耳其是结束了 那么根据乌克兰首席的谈判代表 阿拉哈米亚他是表示呢 莫斯科当局是口头上同意乌克兰的主要提案 代表终结战争 还有这个和谈的希望也是升高的 那么两国的领导人呢 也最可能会在土耳其来进行会晤 阿拉哈米亚这个告诉乌克兰电视台说 总统泽伦斯基呢 还有俄罗斯总统普丁 如果要进行任何会晤的话呢 最可能的地点就是这个土耳其 他同时也表示 俄罗斯的联邦政府已经针对所有立场提出正式答复了 除了这个克里米亚的议题之外 那么俄罗斯接受乌克兰的其他立场 俄国虽然没有正式书面确认 但是呢已经在口头上表示同意 以上就是这一节最新的全球现场提供给您 这一台水晨生成机 可以及时补充抗菌液 而且三分钟可以生成四公升的水晨 一瓶电解液可以生成两百公升的水晨 与病毒还有细菌作用还原成水 所以是不障害环境的 一年使用两百次也没有问题 可以上快点购 下单购买